Hello 大家好 我是Belan 我本身做了十多年的零售服裝生意 特別是在MTR開店 高峰開了十多間 我也有做食品生意 我最近發現了一個AI智能面膜 其實面膜在全球有180多億美金的生意 面膜生意我都很想做 但我發現不到一個很特色 有差異性的面膜 面膜都是白雪雪 究竟有什麼特別呢 做完之後 發覺面膜是濕濕的 不是很吸收到的 最近我發現了這個 AI智能、黑科技、銀離子面膜 我覺得自己是非常之特別 因為它本身整塊面膜是倒了一些銀 而今季大家都知道 它整塊面膜是一些銀離子 銀離子究竟對面膜有什麼好處呢 最重要是幫我們消炎殺了面膜的滿蟲 現在很多類似有玫瑰座瘡 的確是很煩惱的 它可以防止這件事 以及我剛才提到的吸收率 不單是一塊很特別的銀離子面膜 還有一個AI智能的機械人 可以有一個晶片貼在臉上 然後你一直做 它就做三個療程 就是補水 我們很需要補水 因為它很乾淨 然後我覺得很需要 就是現在很多人去外面做一些衣美 那衣美幫我們fremarch 幾萬元一次 原來這個面膜可以幫我把整個臉 做一個緊緻拉提 做幾十次已經有這個 E-mailfremarch的效果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獨特的產品 我終於找到一塊 我覺得可以發展的面膜生意了 模式叫做新寫箱 即是我們透過一些社交分享 我們已經可以做到生意 你Bella剛才也說過 做一些食品和時裝銘售的生意 你為何無緣無故有一個轉化 你想開拓一些新的生意 我想我做生意 比很多人都很勤力 我從半間店舖一邊開 開到十幾間 無奈就是在大約八年前 我就發覺租金是雙倍上升 第一第二 很多人買東西無色變了 又喜歡網上買東西 對我們一些店舖零售業 真的很大打擊 我覺得我必須要做一些輕資產的生意 不要再自己拿這麼大的錢 去投資、去裝修的生意 因為之前真的投資了很多錢 特別是一間店舖 要去裝修這些錢是無法回來的 後來我真的想 只要我去做一個代理 去買這些產品的代理權回來 我已經可以做到這些輕資產的生意 而且我覺得整個新寫商的生意非常簡單 只不過我們投資兩千多元 已經可以做這個生意 而我又不用投資 而且這是一個科技公司 現在最重要是輕輕鬆鬆做這些輕資產的生意 如果今天你是在打工 很辛苦 又想找一些兼職做 或者你現在是一個老闆 跟我一樣 都好像以前那樣 給了很多錢去投資 我想愛美的你 一定會很喜歡我這個新寫商的生意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透過很簡單一些社交的分享 其實我每一次跟人分享 五分鐘就可以閉嘴 如果大家想學我的話 我很歡迎大家 就加我的電話 跟我去聯絡 或者跟我一起去喝杯咖啡 我們一起交流一下 多謝大家 拜拜